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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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何时大战 我刚到图城 陈义德与马朝激战之时 从西关进的城 你看看 如此大战去远迦 我担心两人必有一亡了 马朝以曹操有杀父之城 可堪大义 主公 喜欢马朝吗 如此弄将谁人不爱啊 包括他的西凉骑兵 也是含有其敌啊 那好 待我略施小机 让马朝来现象 当真 来此路上我一直在行 张如与刘张本是侍臣 为何会出公相助 必是受了刘张的重贵 张如有个军师名叫杨松 此人姓贪 贪得厉害 你不能听见我 你明白吗 他一直在禁止 帮他 你明白吗 我明白吗 你明白吗 我明白吗 我明白 虽然官职左将军 但天子拜他为皇叔 以皇叔之尊 宝座贵主张鲁为汉宁王毕成 真是宝物啊 但怕杨某受了馈赠 却办不成事 让刘碑笑话 军师太谦虚了 在汉中地面 谁不知道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只要你开口 贵主公无所不从 再者我主也说了 即便此事不成 也愿意军师交个朋友 些许不误 全做见面礼了 我心又不安哪 你想 马超出征在外 我却在背后败坏人家 多不仗义啊 在下也久闻军师仗义 可马超不仗义啊 请军师设想 如果马超西征成功 那他在汉中的地位 就会凌驾于军师之上 再者马超已是西两难道他不想取汉中自立吗 好 主公 来 来的正好 你来看看啊 马孟起与刘备交战数日 竟然令他们不能前进半步啊 我有此两将制敌 再加上刘章在西边侧应 传东传西两面夹击 刘备必败 主公啊 主公啊 就算刘备败后一周 也未必是主公的 此话何意啊 主公试想啊 马超为何投奔我汉中啊 正因为他败于曹操 丢了西凉根据 无处安身 而这才暂济篱下 我担心哪 马超一旦拿下义中 也能不自立啊 此话可有平据 细作探报 马超之所以在家门关 不胜不败 不进不退 是因为他正与刘备秘密谈判 刘备呢 想让马超取汉中自立 由他取川帝 而马超呢 想让刘备取汉中 自己取川帝 因而 才故意保持了 不胜不败之事 两家正在为谁取汉中 谁取川帝 而相争不下 若两家一旦达成一致了 川汉两帝呢 就瓜分完毕了 祸马超 祸刘备 必来恭喜主公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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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不能惊动马超 这样 立刻派人传名下去 就说 曹操来袭 让他马上办事 带他回来之后 再拿他言办 尊命 嗯 张鲁突然令我班师 为何 说是曹操突然派军来袭 不可能 曹操正在金江一带与孙权交兵 咱们可能同时进犯汉中 即使进犯 张鲁也应该早早得报啊 张飞又来了 快军别报啊 怎么回事 报 将军 将军 那张飞又来挑战了 这丝狂妄之急 我马超一世英雄 如果连个张飞都站不下 我今后该如何立足 让兴师回禀张鲁 就是我攻下贾蒙官在撤军 你 马超竟然是抗命不归 还向我索要粮草军械 岂有此理 主公啊 马超不肯回师 更证明其心不鬼 主公不可不防啊 这样吧 你亲自前去传命 告诉马超 不完事也行 限他一个月之内 做成三件事 一 要取下西川 二 要斩下刘章的手机 三 要击败刘备 三件事不成 我断他的粮草 遵命 这三件事 渐渐万难 我如何在一个月之内 做成这三件事 这岂不是把人 往绝路上逼吗 将军 不是主公逼你 是你自己在主公面前 立下军令状 说是要生擒刘备诸葛亮 如今啊 已过数月了 你却止步关前 不进不退 主公那是爱惜将军 这才让将军 搬世回汉州 我要是不回呢 梁响 军械 都在汉州境内等着 将军无良 如何继续作战呢 请回报主公 我即刻办事 这就对了嘛 我料主公必定出营三十里 这就对了嘛 我料主公必定出营三十里 传令班师吧 为防留被眼杀 各营留下全部资重 轻装尾撤 以最快的速度 退回汉州 遵命 马超 是推三阻四的不肯回来 这一次又回来得这么急 会不会有什么诈呀 主公 你可不得不防啊 快 赠牌兵马 把守关爱 不许马超进入汉中境内 遵命 停着 我是马前将军马代 奉命班师 快快开关 主公有令 不准开关 既然令我班师 为何不让我们入关 入关可以 请将军所部放下兵器徒手入关 放肆 你是我们为敌吗 封建 你这是为何 入关 中将小心 快撤 停 将军 将军 规则 将军 问快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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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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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变成了 大哥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如今我决士进不得退不得 困在荒郊野外 如何是好啊 将军 诸葛亮拜赢 诸葛亮 诸葛亮拜见马超将的 阁下为何来此 特来做说客儿 我战剑心魔 正少于头颅待斩 阁下请示言之 如果言语不通便请示剑 将军大获不远矣 恐心魔之剑不能斩我头颅 将军必将先逝 我有何祸 我听说月国西施 善悔者不能避其美 齐国无言 善悔者也不能演齐丑 日中则则掠满而亏 皆世间常礼 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 于拢兮又有妾齿之恨 眼下困坐于此官见而常叹息 前不能救刘张而退荆州之兵 后不能至杨松而见张禄之面 四海不容一身无主 昔日魏桥之败继承之师 今日又将重现 将军有何面目见天下人 你说得不错 我马超一世英雄 今日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将军既愿意听我言 正中何故扶刀扶手 退下 诺 马将军 我主刘皇叔李贤下士爱财如命 并有誓言传疾四海 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骗安 我主此生大业 就是要剿灭曹贼忠心汉士 令尊当年曾与我主 共同在汉地的御代照上 煞血盟事 相约共讨曹贼 此事将军应该知道吧 将军原本是英雄豪杰 当代义士 仅仅为了存身 才不得不屈身于张禄照下 此真乃是将军这不幸意 将军何不弃案投名 归于刘皇叔 此者 上可成父至报复仇 下可除奸逆立功勋 马腾将军在天之灵 必为你欣然长相 马朝愿以归顺刘皇叔 快快请起 请起 我主又得以虎驾 一周指日可待 先生 就让马超夺取一周 给皇叔立功吧 主公 马超率大军之丞下 请主公呈上会话 看看 我早就说过 马超定能击败刘备 是不是啊 现在 他是不是来了 请刘姬余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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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城 以免生灵涂炭 否则万日之内 必将城破人亡 玉石俱焚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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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听你的中言哪 现在 主公 一当如何 大势已去 开城投降吧 也可就 合成百姓 主公 城中尚有兵三万 钱薄粮草 可知一年 何不坚守 以待识变呢 公衡哪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 世上忠诚 别说有三万人 就是只有三千人 我也怨战 可是世上忠诚太少了 先有张松法正 后有李延李辉 下面还有谁还不知道 不 不好了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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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不好了 东城首相开城初想 刘备大军已经进城了 主公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我不开城 自有人开城 这都是天意呀 主公 主公 我愿护主公 从西门杀出 今日杀出西门 明天又到哪儿去呀 我父子二人 再数二十余年 无恩得以家以百姓 再打下去 尸与 血刘均匀 血肉捐于曹野 我心和安 降了吗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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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王输 柳皇叔 这是益州的印寿测集 从此以后 西川尽归于你了 请人凶 善待蜀众百姓 非我不义 去益州实在是迫不得已 请不要记恨于我 去益州 记恨 我恨天 我恨地 恨自己呀 唯独不敢恨你 柳皇叔啊 堂堂西川之主 竟整日沉溺于美酒佳人 岂能不辜负了大好江山 枉为人主 跪下 断头渴 屈膝不渴 还不跪下 退下 诺 诺 诺 足下便是黄泉黄公衡吗 我请足下来 是想问几件事 请便 我听说 我听说 在城中所有文武 气流际遇而出逃时 只有你 护着它想突围出城 正是 我还听说 是你建议 斩了张松的手机 送到我的面前示威 被主之贼 不展待合 我还听说 摄服落凤坡 也是你的主意 刘备 只可惜 你不在敌卢马上 刀复手何在 还不快来取我手机 足下乃益州第一能辰 人眼黄泉至西川 如同张昭至江东 西川一十二郡 梁响赴税 兵马器械 你无一不烂属于凶 川属大帝 若无你黄公衡的智力 恐怕早已落败了 是啊 那 确实如此 可恨 先臣 雍竹 坏了川属大好河山啊 我也是 小二十五呢 谢谢你 嫌我 你只要了不起 黄泉 是什么 你们这些人 我死后 主公定能平定西川 自古蜀中多才俊 请主公一定要量才路用 让他们成为智里川属 忠兴汉士的国之动量 尤其是王公衡 他堪称蜀中第一能臣 主公千万不要因为我之死 而记恨于他 忠臣难得呀 王公衡如果不能为主公所用 我死不灵目了 刘备斗胆相邀 请你升任右将军 执掌川属所有民政 刘皇叔 我皇权效命 优优贤 将军值得亏了 优贤 全弃 帮助 掌川属 衬补 也可 也得亏了 衬补 你得亏了 按衡 一步 小气 你得亏了 你得亏了 你不亏了 我去 一周目刘备 承天授命 拜关云长 为荡寇将军 赐汉寿庭侯 张飞为征炉将军 赐新庭侯 拜赵云为镇远将军 黄忠为征兮将军 马超为平息将军 孔明 你还记得 你的龙中三册吧 记得 第一步去荆州 第二步去西川 第三步去天下 是啊 现在 我们已经走完了 头两步 三分天下 你得齐半 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无以言表啊 主公为何 还郁郁寡欢呢 凤楚庞氏园 和两千名将士的尸体 一起烂在了洛峰坡 今日 我携乡竹和贡品 前去祭奠 却无法辨认 哪一句 是誓言的尸骨 孔明 照此下去 我真的能一同天下吗 主公 天下之乱 已几十年 四海子民 无不盼望统一 无不渴望太平 想成此大业 非圣君不可为 主公便是天赐圣君 但愿我 不负苍天 主公下一步 应当让川属荆州 修生养兮数年 一则强兵复明 二则积聚粮草军性 待天下有变 便可率百万军 攻取长安洛阳 一股而平天下 成万事大业 好 孔明啊 这是法证你的 制数条例 你看过了吗 看过 法证在你此条例前 都和我商量过 我完全赞同法证 宽行省法制主张 为何 四百年前 高祖皇帝入汉中 曾与当地市民 约法三章 诚信 爱民 轻摇伯父 为此 市民皆感其得 驻高祖皇帝 共成大业 今日主公入川属 犹如当年高祖皇帝 入汉中 也应当宽行省法 以为民望 此条例 我已经破毁了 为何 法证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当年高祖帝 之所以宽行省法 恰恰是因为秦皇 暴虐无度 万民怨恨 故而 高祖才反其道而行 而刘彰父子 制数多年 恰恰是德政不举 威行不素 宽之以位 顺之以恩 君臣之道 剑遭灵体 朝野间百毕丛生 为此 我们非但 不应该宽行省法 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是以言行俊法 恩威并聚 是蜀中上下有节 功过严明 是非尊卑辱 皆有尺度 官吏百姓 皆依法从事 数年后 川属大志 那时才可宽行省法 主公 你一向都是以仁义 为本的呀 孔明啊 仁义也分大人和小人 大义与小义 眼下汉是忠心渴望 我欣喜之余 也忧心忡忡 未能使汉风严惩 刚长伦理 回归有序 虽有不得已 却也要为之 与大汉四百年的基业相比 我之前的一些仁义 都显得渺小的 今时律法言明 以法治国 恰恰是取大意 而舍小人 却是不得已 我真的选择你 我平安 又要吃了 你说我 这把他习惯了 我以为你 还不得了 我以为于你 我这么说 我会得了 我会是没有 我只能把你 你身体安 今儿 和文武们庆宫去吧 我再陪陪诗园 我再陪诗园 从这一刻起 所以 诸葛亮明白了 刘备再不是先前的主公了 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君王了 是 诸葛亮 父亲百不穿扬 丝毫不见当年之勇啊 成都有信使来吗 来了 主公在成都大封闻五百官 重産各级功勋 赏我荆州将士黄金五百斤 白银一千斤 钱五千万 还有赎尽千匹 断五百匹 孩儿一时说不上来 太多了 不少了 不少了 大哥真是近非西比 可多了 主公还册封了五虎上将 父亲乃武将之首 赐汉寿廷侯 是哪五虎上将 父亲 张飞 赵云 黄忠 马超 义德和子龙是自家兄弟 理所应当 不必多言 黄汉生是老英雄 被列为五虎 还说得过去 马超是何许人 刚刚降服就被大哥 割裂为五虎上将 此人不配 平儿 寒儿在 父亲 带我修书一封送往成都 面见主公 替我谢恩 这银长听说马超武仪过人 想入川来与他比试吗 主公啊 银长哪是要和马超比试 他是不服马超 也被列为五虎上将 带我修书一封 让关平带回去 好 你赴他一心 亮文将军欲与梦启分别高下 以亮夺之 金美然宫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 唐一入川若荆州有诗 罪莫大焉 违继明诏 弟孔明拜上 你瞧瞧 君师赞我 是美然宫 看 军明啊 把军师的信 抄上五十遍 让荆州的文武都看看 遵命 自经啊 刘备已许了川叔 你以为 我们去要荆州 能要得回来吗 端端要不回来 只有我们自己动手去去 那干嘛还白费共赴 请主公站在刘备的角度上 想一想 刘备去川叔之后 自然等着我们去讨要荆州 他甚至连如何答复我们 诸葛亮都替他相好了 如果我们不去讨要荆州 诸葛亮定会生意 他会怀疑什么呢 他会怀疑我们暗中起兵去取 所以 主公必须着人药上一药 这一者可以麻痹刘备 二者也是我们先礼后兵 你看 可派何人群 在下已经想好一人 诸葛亮的兄长 诸葛锦 来人呢 在 将诸葛锦全家老少全部拿下 押入大牢 诺 正好 只捨 徒 Nicole 我 教ік 我 在 我 我 我 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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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 我 天地之劫茫茫茫茫 已是多少好不强 生浮游来不久长 岂入大江山 半流向远方 暑藏观泉修刺刀 细说梦里戴心冰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